每到炎炎夏日不少的民众都会带着小朋友前往芝卡轩细水消暑 但是没有想到要进入泳池前 衣服的材质也有严格的规定 日前就有阿公带着孙子因为穿着而遭到拒绝入场 对此县福表示为了维护水质才会做出相关的规定 炎炎夏日细水消暑花莲吉安乡芝卡轩清水公园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 但却有民众有不好的亲身体验 身穿泳衣有帽却被救生员拒绝入场 感同身受民众也有类似经验 网友po文是家中七岁的阿公带两个孙子去芝卡轩玩 身穿长袖加两件长泳裤的泳装进场 现场救生员却已穿着的不是标准泳装 非莱卡材质 而且还戴着防晒微博跟手套 是不被允许的 因此遭到了拒绝 现场广播确实有提醒游客 但现场标示也只写着入池请着泳衣有帽 也没看到更详尽的衣着指示 现场穿着也是白白种 有鲨鱼造型的泳装 有头巾当泳帽的 还有外套棒球帽造型 似乎也难以让游客幸福 上面必须符合这个水质检测的一个规范标准 那请民众游玩的时候呢 请穿着室内泳池的正式泳装跟泳帽的一个相关服装配备 主管机关花莲县政府强调 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水质 所以才会做出相关要求 但指示不清 似乎也让民众不知该如何是好 未来农业处也会以表列方式 让大家更清楚才能玩得尽兴又开心 记者综合报道